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今天叫你们俩到机房来找我 主要是因为这个地方 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机房 每天的新闻都是从这里制作完成 最后送播的 等于说这是新闻的最后一道情绪 如果我看看老师的讲解 我知道了一分钟的成片 要后续制作40分钟 这个工作真的是太大了 让我震惊了 今天咱们先上第一课 第一课叫什么呢 叫剪辑 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套这个剪辑机呢 非常昂贵 它也是最快捷的一种剪辑的方式 当新闻拍摄回来时候 要以最快的速度 就用这台机器就可以 真是谁知盘中餐 莉莉皆辛苦啊 在这个过程中真的是很辛苦 我相信刚才经过这样的很短的一堂课 你们已经大概了解了一下 新闻的剪辑是什么样的 为了你们接下来这个节目的录制 要进行一个备战 你们备战就是回去 大量的看新闻 我相信在比赛当天都会对你们有所帮助 但是究竟比赛当天是什么样的题目呢 我先卖一个关子 到时候你们知道了 听到老师当时布置的题目 我的感觉是又惊又喜 那么惊的是什么 就是没有题目 也就是说现场去做回答 那么喜的也就是这一方面 那这个到时候我们上次 是那种点评式的 评论式的 或者是讲述式的 这个也会有什么要求 联播报带点评 可能这个都会有 但是里面还会有一些比赛的性质 我们会把一些比赛的元素加到里面 还有一种想上PK战的感觉 很刺激 就是你们好运 我在演播室里等你们 好好好 加油 加油 看了这个报纸和新闻图片之后呢 让我觉得可能头脑更加模糊了 有点张二合唱 摸不着头脑 李英泽是一个实力非常雄厚的选手 他有这么多的工作 今天还有自己的独到的看法 真是一场非常难打的仗 不过呢 狭路相逢勇者是唯有的自信 欢迎二妹 我右手边的苏智超 左手边李英泽 要给我们的大众评审介绍一下 两位呢都是来自康凯这一组的 刚刚康凯应该是给你们布置了作业 让你们回去大量的看新闻 是的 那现在新闻看得怎么样 新闻太多了 看不过来啊 每天这种大量发生的信息实在太多了 所以都在里面抓一些小的点 我想看看给你们现场要出的题 应该跟这些新闻有关 我一会儿会给你们准备两张图片 每人一张 这个图片呢可能很简单 但是你必须要从这个图片里面运用一些元素 来联想到你所了解的某一条新闻 不但要把这条新闻表述出来 还要说出这个新闻最终的一些 记性的评述 一些升华的东西 接下来 哪位先来呢 女士优先吧 我觉得可以让英泽先来 好嘞 没问题 来看看你的导师给你准备的图片 一共有两张图片 第一张或者第二张 A或B 要选择一下 A吧 A也就是第一张 是不是应该给选手一点准备的时间 三十秒钟的准备时间之后 奔场比赛就正是开始了 三十秒思考一下 我不需要思考 来吧 好的 非常自信 风声雨声 读书声 声声若耳 家世 国世 天下世 世事关心 电视机前和现场的观众毛药 欢迎收看本周的看天下 我是英泽 咱们今天所点评的这张题目是 中国式的建筑 可能看到这张题目啊 我们总想着这种大都市的这种大楼临起 我是在广东那边生活了几年 那么回来现在最深的感受 就是每年咱们这个西安楼是越盖越高了 说到这个楼呢 最近有一条消息 相信大家非常的火爆啊 大家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北京某小区别墅的这个楼顶啊 盖起了800平方米的这个建筑啊 说到这样的建筑啊 可能在这样的图里我们看不到 但是最近的新闻确实非常的火爆 那么这个800平方米的建筑 用了六年的时间啊 可以说是蚂蚁焊大树 一点一点把它堆起而成的 六年的时间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但是六年足够让一个小学生 完成他的小学毕业里了 而在最近呢 在网上这个公布之后呢 这个受害人啊 他也说 哎呀 为什么我建这个就是不行呢 你看以前也没人管呢 的确 小区里面是有人反应的 他们当时反应说 哎呀 我们已经反应了好几年了 你看北京的风沙这么大 你看他在上面盖这么高的建筑 如果有个风吹草动掉下来 那就是重磅炸弹 说到这里啊 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反应 这样的监管力度 是否能够真正走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而这样的事情 希望不要再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小区里 好 谢谢 一 好 谢谢 那这招就只剩下B这个现象了 对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图片 您也有30秒的准备时间 今天是因为高手过招呢 就是一定要公平 我也不需要准备了 好 直接开始 好的 朋友们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张图片上面 有的是孩子的笑脸 那么我想说的是 请看他们的笑脸上 他们是真的在笑吗 他们的笑中是很纯粹的一种笑吗 我想说的是 他们是真的在笑 因为在他们的童年当中 这一种的童年 真的是有快乐所在的 他们所选择的每一个上的课程 会有自己的兴趣在里面 但是分口才想想 我们家长会大量给孩子去布置 各种各样的兴趣班 甚至说的是 有一个家长他给自己的孩子 一个假期报的补习班是高达了上万块钱 客家儿子这个孩子的假期是怎么样度过的 可是我想说的是 请把快乐留给童年 请把选择留给兴趣 没有兴趣的话 孩子怎么样学习 都是不能够有一个钱的一个突破的 而且我想说的是 我在第一次展示的100秒当中的时候 我讲了一个小宝的故事 其实那个小宝就是我自己 在十年前的时候 我的假期就是那样度过的 我没有任何的一个收取时间 我不是在练字 就是在上课 或者是上各种各样的声乐课 我想说的是 真的是请把快乐留给童年 他们尽情地享受童年 同时他们走神乱路 请让他们去选择 两位的表现都非常精彩 其他三位先说说你们的意见吧 我想等一下 在我们的几位导师开口之前 我想先说一下我的想法 经过这么多年的教科书的学习 我了解到一点 就是说 我心中有我自己一个新闻理念 我想的是我们做新闻 我们去做一个主持人 去当一个记者也好 只要是身为一个新闻人 首先应该有的是新闻理想 我们是不是看到一条新闻的时候 看到树上发生事情的时候 我们从内心深处 有一种自己的感悟 然后会产生一种 苏志昌 你说的太多了 你说的太多了 你能告诉我 直接告诉我 你要说什么吗 现场突发的意外 他总是不走寻常路 你最大的缺点就是 你不许别人说你不好 我一点都不惊讶 我尊重你 比赛场上一切皆有可能 八强之争 你更看好谁 你能告诉我 直接告诉我 你要说什么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 英泽他具备 比我要更加丰富的经验 他在我们陕西二套 会能够进行去展示 但作为我来讲 我想去完成我的学业 所以到现在 我想宣布 我自己的比赛结束了 苏志昌 我告诉你 你退赛是自己的想法 你想终止比赛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愿望 我们所有的比赛 尊重选手的选择 但是你不能够 因为自己的退赛 去说我现在让英泽上 因为我退赛了 我让他上 这样的话作为一个男人 不说选手了 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说 我可能也接触不了 这两位真的是太厉害了 有想法 有知识 有储备 有现场的即兴 我想先问一下 这个苏志昌 其实说实话 你今天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一点都不惊讶 从你上台之后 你已经用了至少有十几个 我想说的事 这样的一个话语来开头 就能看得出来你内心当中 是憋了一股子的劲儿 想要在这个舞台上去倾诉 其实你是一个极其想要表达出自己思想的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其实你是多么的渴望被人认可 所以我想问的是 你到底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有两个 一个是做一个优秀的新闻主播 第二梦想是 希望能够通过我的努力 去完善我们中国的社会体制 能够真真切切地帮助我们老百姓 去解决他们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 我完全尊重你的选择 小小的身体里爆发着强大的力量 退赛不要紧 没有什么 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选择 好的人他不需要解释 我就是这么好 这是我特别想跟你说的话 你真正需要调整的 其实不是这场比赛 比不比都没有什么意思 别把它看太重 我跟每一个选手都这么说 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要知道你自己的 致命的弱点在哪 如果总是这样 不许别人说你不好 你就不够自信 你就永远释放不出来属于你的光芒 所以我给自己做了一小计划 我想去做独步旅行 去做背包客 去更可能多地看看这个社会 看一看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的人们 他们是怎么样度过的 自己的生活 我特别钦佩你这种 说走就走的勇气 因为我们现在做不到 没有办法做到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 趁着自己年轻 然后趁着自己有的这股劲 还有这股胆 我觉得我支持你走下去 突然之间想到的一段话 我觉得对于你们两个选手来说特别的恰当 就是把弯路走直是聪明 因为他找到了捷径 把直路走弯是豁达 因为他会多看几道风景 小隐隐于野 中隐隐于世 大隐隐于潮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纷繁的社会当中 包括工作环境当中 才是你最需要锻炼和历练的一个过程 才是最考验你的过程 当然我尊重二十多岁的你的这个选择 背起行囊去体验 去感知 去总结 所以我尊重你 你们俩的脑子和嘴都特别快 刚才在整个表述过程中 语言表达能力非常强 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们 在讲述的过程中 或者在播报的过程中 适当地留白 也就是说 不要把话说得很满 我一分钟 每一分钟都在说话 每一秒我都要用上来说话 适当地有一些停顿 让观众的思维跟上你 我也把这句话再隐身一下 告诉你们 在人生当中 也要尽量地给自己留白 有的时候自己走累了 有的时候自己觉得困了 给自己一段时间 让自己休息一下 拿这段时间来 思考我究竟接下来的路 要怎么走 我就觉得是这样 既然是比赛 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 有各自的表现 就必须要比分 这就是真正的比赛 把你的分数交给我 知超刚刚所有的表现 都是在舞台上的表现 包括刚刚在舞台上宣布的 想要退赛 那对每一位选手 我们要公平 不管他刚刚在舞台上 所有的表现怎么样 自己的选择如何 我们还是希望大众评审 能够打出你们的分数 告诉我们 你们更喜欢谁 蓝色代表女生 红色代表男生 三 二 一 十位大众评审 九位选择了红色牌 一位选择蓝色牌 也就是说 李英泽 九十分 苏智超 十分 再看看你们的导师 苏智超 五十分 李英泽 五十分 李英泽 获胜 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 现在比赛结果出来了 林泽智超 还有什么想对前面的四位导师说的 智超刚才说了那么多 那我就来总结一下吧 刚才小米老师也说了 走这个弯路跟直路的 其中的一些道理 我是希望自己 能够先走直路 再走弯路 让自己先达到一定的目的 然后再去领略沿途的风景 前面的比赛实在太煽情了 然后我看到他们讲母亲那点 我自己心里 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我妈现在 还躺在医院的病狂上 她也是腰椎肩盘手术 然后您刚说 自己想成为父母的骄傲 我听到那句话之后 我真的是很受感动 如今您已经做到这一点了 而我还在前行的路上 我也希望把这份骄傲 带给我的父母 所以说我的情绪 在刚才一直受到影响 不过我觉得可能 就是受到那种情绪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这才是 一个更加真实的